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焰化回演历时23分钟 分两部分举行 头15分钟以万众欢腾河国庆做主题 今次回演吸引了很多内地自由行的旅客观赏 而回演也特别有一幕以自由行做主题 至于回演的第二部分 就是8分钟由参加女法局举办的 国际烟花音乐回演的4支参赛队伍 预演它们分别来自香港 预演它们的部分 而它们分别来自香港、日本、美国和意大利 国际烟花回演刚刚结束了 在湾仔金字经广场的赵宇杰和他聊聊 赵宇杰市民和旅客看完烟花 有什么感受呢 他们感受不如直接和他们聊聊好过了 在隔壁身边这位是来自深圳的张先生的 张先生想问回你了 你看完整个烟花会演的感觉如何呢 感觉很漂亮 从来都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 其他地方看到烟花会演看了很多 这问题是香港第一次来这里看了 觉得那些花色和气氛和配制的音响特别漂亮 难得来看字 真是很难得 特意趁国庆家庭你香港值不值得了 香港这里现在变得那么漂亮 现在真是正确是国际的城市 其他什么都被卫生 其他什么都觉得很美丽很漂亮 谢谢张先生 我们和香港的市民梁小姐谈谈 梁小姐 见你早几个小时来等 值不值回飘家 值得 如何值回飘家化 因为好看 有很多花款 配合音乐很有气氛 看得很有气势 上年都有看过《慶忍发》上年 跟今年比较感觉如何 上年都很漂亮 但今年多一些音乐 很有气氛 谢谢梁小姐 现在在维港的烟花会议已经结束了 在湾仔金梓京广场 市民也开始陆续散去 先将时间交给王晓 谢谢 今天是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第一日 很多内地旅客来香港旅游 除了晚上在维港两岸欣赏烟花之外 日间逛街买东西亦是不少的节目 有人会省着来买 但亦都有人不花几个小时 就花了几万元 那鲜卓卫说一下他们怎样花钱 他们四个人在尖沙咀这个商场 走足几个小时 选择就买 价钱牌也不用看 买了两个MD 一个包 他帮我送到酒店去的 那些也有 大概款式多一点 想买什么一早就想定了 清单都有几张 这张就写满名牌化妆品 没有什么分别 就是价钱不同吧 差多少了 差大概七折这样子 打完捷买化妆品都用了二千多元 给了钱又继续买过 同样是自由行 河山河太就说 枝坑式劍是美德 来到香港 吃着都是亲戚 只是抢了二千多元买东西 旺角女人街是他们的首选 你跟他说是谁买的 买什么 买什么 买长西褲 刚才可以买鞋和衣服 河太左选右选 终于选到这条35元的褲 他说贵了一点 25元 那就不行了 不过有件事他们最舍得买 还越买越多 二十几支药油用了四百多元 是他们这日花得最多的 有线电视机者闪卓卫报导 为了迎接大批内地旅客 有商场搞节目表演 和增设普通话大事 有店铺就提供优惠 以及以一对一方式收人民币 曾楚群报导